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学习 结构方程模型 在学术研究上 可以用来执行 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软体有相当的多 比较著名的有 AMOS 还有 但是这些软体 对研究的初学者而言 它的复杂度都相当的高 因此在本影音课程当中 老师将要来介绍一套相当简单易用的软体 它的名称就叫做Smart PLS 在本课程Smart PLS 应用初階当中 我们将只介绍Smart PLS的基本运用 以及解析结构方程模型的详细过程 至于更进阶的应用 将会在下一个影音课程当中 再来予以介绍 那么在Smart PLS应用初階课程里面 我们将分成六个章节 那么在第一章当中 我们将首先要来介绍 结构方程模型 与Smart PLS的简介 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来进行 本课程的学习吧 第一之一节 结构方程模型的简介 好 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我们简称为SEM 它是一种能对潜在变数的因素结构 性效度以及潜在变数间的因果路径关系 进行验证分析的一种统计方法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 结构方程模型 大致上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 就是在确认潜在变数的因素结构 以及评估 这个潜在变数 它的性度 收敛效度 以及区别效度 第二个功能 就是在帮助我们求取潜在变数之间的因果路径关系 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功能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潜在变数 一般而言 学术研究当中 变数 大致上 可分为两类 一类 叫做观察变数 另外一类 叫做潜在变数 Lentern Valuable 那所谓的观察变数是指什么呢 它是指可以直接以标准的测量工具 来观察或测量的变数 比如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常使用的温度 身高 体重 等等这一些变数 那么呢 同学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出来 温度 身高 体重 等这一些变数啊 它们呢 都具有标准的测量工具 比如温度 有温度计 体重 有体重计 而且呢 透过这一些标准的测量工具 来衡量这一些变数的时候 基本上 在统计学上呢 我们认为啊 它是呢 没有测量误差的 这一点呢 请同学要特别的注意 而在我们传统的统计方法当中呢 所能够处理的变数啊 主要呢 就是这一些观察变数 那么对于啊 比较复杂的潜在变数呢 我们传统的统计方法 就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也就是说呢 在传统的统计方法当中呢 所处理的变数啊 都是属于呢 观察变数 没有测量误差的观察变数 但是呢 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当中啊 我们所要处理的变数啊 往往呢 都是属于所谓的潜在变数 那潜在变数是指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不能被准确直接测量 但是呢 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 比如用文件来测量 来间接测量的变数 我们通常啊就称为呢 叫做潜在变数 那这些潜在变数啊 因为呢 使用文件来间接测量 所以呢 它通常啊都会带有测量的误差 那对于这个测量误差的问题呢 传统的统计方法 并没有办法来处理 唯一可以处理的统计方法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方程模型的 因此在学术上啊 有人呢 把这些只能处理观察变数的统计方法 称为叫做第一代的统计学 而能够呢 处理潜在变数 测量误差的统计方法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呢 叫做所谓的第二代的统计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因素结构 所谓的因素结构呢 它是一种 能够用来描述潜在变数 和它的所属的观察变数之关系的结构化图形 例如 在右下角这个地方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图形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因素结构图 它描述了潜在变数中程度 和它的测量提向之间的关系 从这一个因素结构图里面啊 我们可以发现 中程度 它是一个潜在变数 潜在变数啊 我们在结构方程模型里面啊 通常呢 都是以椭圆形来代表 那这一个潜在变数中程度呢 它是以三个提向来衡量 那有关这个提向呢 就是我们先前所谓的观察变数 那这些观察变数啊 在结构方程里面啊 我们通常啊 都是使用的长方形来代表 那从这一个因素结构图里面啊 我们可以发觉 中程度呢 将会由三个提向来衡量 那前面有讲过 这种间接测量的方式啊 都会产生误差 后面的这个圆形啊 圆形就是代表我们的测量误差 一个观察变数呢 就会带有一个测量误差 那这一个因素结构图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代表着 研究者呢 研究者呢 想用这三体的问向 来尽量的解释忠诚度的完整的内涵 因此呢 在这一种解释上啊 往往呢 都不会百分之百的准确啦 所以呢 都会带有一些误差 这一点呢 希望同学能够了解 好 那么呢 当我们确定了这个因素结构图之后啊 未来呢 我们就会根据这一些问向 来收集样本资料 当样本资料收集回来之后啊 我们呢 就可以来执行这一个因素结构图 从而呢 我们可以啊 算出每一个提项 它的因素负荷量 这一些单箭头的线呢 代表因素负荷量 那算出这一些因素负荷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些因素负荷量啊 来评估这三个提项呢 测量忠诚度的时候呢 是否具有信度 收敛效度 还有区别效度了 所以呢 当我们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时候啊 所要任务呢 就是要先把每一个潜在变数 它的因素结构啊 把它确认下来 所谓确认的意思呢 就是呢 就是呢 这一些潜在变数呢 它在测量上啊 必须具有信度 收敛效度 还有区别效度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因素结构啊 是相当简单的 其实啊 因素结构呢 它也是可以很复杂的 比如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画面的左边 我们可以看到 品牌形象呢 它将要由九个问向 来加以衡量 这个图形呢 也是一个因素结构图 品牌形象就是潜在变数 它被九个问向来衡量 来测量 那么呢 我们如果因素结构图是这样的话 也就是呢 潜在变数 直接和观察变数啊 直接来进行连接 这一种情形呢 我们称为叫做一阶的因素结构 然而 当我们深入的进行分析之后 或许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 这个品牌形象的测量上啊 它的因素结构呢 或许呢 不是属于这一种一阶的因素结构 可能是这一种因素结构 那像画面右边的这个因素结构啊 它就是一种二阶的因素结构 比如品牌形象 它包含三个指构面 品牌价值 品牌特质 还有组织联想 那么呢 品牌价值就是一到三体 品牌特质呢 它就是四到六体 组织联想呢 七到九体 那么呢 这个阶段啊 是属于一阶 这个阶段啊 是属于二阶 那为什么我们会用到二阶的因素结构呢 因为当我们样本资料收集回来之后啊 我们呢 去进行所谓的测量模型 也就是呢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实 什么事实呢 以二阶的方式啊 来解释品牌形象的内涵的时候呢 不管是在性度 收敛效度或区别效度啊 都优于呢 一阶的品牌形象的因素结构 因此呢 在未来的研究上啊 我们呢 就不会采用 这一种一阶的因素结构啊 而会采用这一种比较好的二阶的因素结构 来进行后续的结构模型分析 所以呢 总和一下 SEM的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呢 能够帮助我们啊 来确认呢 因素结构的形态 到底是一阶的还是二阶的 或者呢 是其他的因素结构形态 那当然 如果是三阶以上的因素结构形态的话 那么模型将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一般呢 我们在结构方程模型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因素结构啊 大致上最高就是二阶的因素结构 好 那么呢 有以上的说明啊 同学呢 应该都可以理解到 结构方程模型的第一个功能 因素结构形态的确认 以及评估潜在变数的信度 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上啊 具有呢 相当好的分析能力 那一般而言啊 在学术上呢 我们通常都会把结构方程模型的第一个功能啊 简称为叫做测量模型分析 或者称为呢 叫做验证性的因素分析 好 那么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结构方程模型的第二个功能 也就是呢 在求取呢 潜在变数之间的因果路径关系 那这一个功能呢 通常我们就简称为叫做结构模型分析 或者呢 也称为呢 也叫做路径分析 那在学术上啊 有学者建议 当我们要进行这一个因果关系路径的检验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啊 都是要先完成测量模型分析之后 再来进行所谓的路径分析 以便呢 求取潜在变数之间的因果路径关系 所以哦 我们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时候啊 它是有程序的 先进行测量模型分析 再进行结构模型分析 希望同学呢 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好 那么呢 我们就来观察右上角的这一个模型图 在这个模型图当中呢 有三个潜在变数存在 潜在变数之间呢 以单向的箭头来加以连接 这一些单向的箭头 它所代表的意义呢 就是所谓的因果关系 发出箭头的这一方 我们就称为叫做因 接受箭头的这一方 我们称为叫做果 那这一条单箭头的射线 就代表着因果关系 那么呢 将来我们执行的这个模型图之后啊 这一些单箭头的线上面呢 就会出现了一些数据 这一些数据呢 包含因果关系的大小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叫做路径系数 还有呢 这一个路径系数 显不显著的简定梯值 每一条路径呢 都会显示出路径系数 以及呢 简定的梯值 当这些梯值显著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证明因果关系啊 确实呢是存在的 那同学呢可能会疑问 要检定两个变数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啊 我们呢 也可以使用回归分析啊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呢 在这里啊老师呢 将要来进行一些说明 如果针对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潜在变数 我们要求取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话 我们使用多元回归的话呢 那么呢将会引起很大的质疑 为什么呢 因为自我一致性这个变数 或者呢品牌权利这个变数啊 它都是呢属于啊潜在变数 那么呢过去啊 我们呢也可以呢在不少论文里面看到 很多人哦 都把这一个潜在变数呢 把它视为观察变数 然后呢套用回归分析 而来求取他们之间的路径系数 比如呢最通用的方法呢就是呢 把自我一致性的四个题目平均之后 然后呢指定给自我一致性变成一个观察变数 因为平均之后嘛 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数值 变成一个观察变数 然后呢品牌权利啊 这四体也平均之后 然后指定给品牌权利 所以呢品牌权利啊又变成一个观察变数 那当然这个观察变数呢是这四体的平均 这个观察变数呢是这四体的平均 然后呢再利用回归分析啊 来求取他们之间的路径系数 那这样的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有两点 第一点 回归分析呢 它所能够处理的变数啊 就只有观察变数 但是呢你现在面对的这个变数 其实它是一个潜在变数哦 纵使你把它的衡量提向平均之后 让它变成一个观察变数 但是我要问你的是 为什么你可以把这一些观察变数 平均之后指定给自我一致性 而使它变成一个观察变数呢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话 也未尝不可 但是你一定要先确认一件事 就是呢 这四个题目 确实能够呢 来反映出自我一致性的内涵 也就是说你要去证明 用这四体来衡量自我一致性的时候呢 它是具有信度的 它是具有缩链效度的 它是具有区别效度的 如果都具备这一些条件的 那你把这四体平均之后 然后呢 指定给自我一致性 到最后来做回归分析 那这样是OK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如果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呢 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证明 自我一致性这个潜在变数呢 它是具有信度收敛效度还有区别效度的 唯一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呢 才能够来证明这个潜在变数 它是具有性效度的 因此 你如果用传统的统计方法 先证明了这个潜在变数 具有信度收敛效度区别效度的话 那你确实可以用回归 好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啊 你势必先用 结构方程模型里面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先来证明自我一致性 它具有信效度 之后再用回归 那干嘛这么麻烦呢 我们就从头到尾啊 都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不就好了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模型 来证明信效度 然后呢再使用结构模型 来求取这一些路径系数 那这样不是更简单吗 干嘛还使用回归分析呢 所以在这里老师要告诉同学的一个观念呢 就是属于第一代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啊 它并没有能力呢 来处理潜在变数的测量问题啊 那么实际上呢 可以用来处理潜在变数的测量问题的统计方法 就只有呢 属于第二代统计方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来在学术期刊上啊 我们呢常常可以看到许多的论论都是用结构方程模型啊 来进行统计分析的原因的 因为呢 它是比较严谨性的 它是比较精确性的一种统计方法 这一点呢 希望同学能够理解 好 那么呢 第一字一节啊 老师呢 就说明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同学的聆听 谢谢